最近的房市當中出現了一種新興的族群 叫做新橋名 這個橋不是我們聽到所謂華橋的橋 而是跨越一座橋的橋 原來是因為隨著新北市升格話題的延燒 有很多跟臺北市只隔一座橋的區域 現在房市是非常的熱絡 舉例像是連接三重的新北大橋 因為即將通車了 預料會帶動當地的房價 這是臺北線第一座的協章橋 新北大橋 未來通車後 預料將讓三重板橋雙和的交通 跟著動起來 不只開車多了一條大動脈 延伸到房市當中 這些和北市只有一橋之隔的區域 讓民眾多了買屋換屋的選擇 我們看這個萬華大同區域 現在六七十萬的房子也越來越多 只是過個橋而已 你的價格一坪都可以超過三五十萬的話 我想這個過橋的吸引力 就會變得非常的大 比較幾座連接北縣市的橋梁兩邊區域 房價真的差很大 舉例來說 像是目前積極開發成新興國門概念區的 站前雙子星大樓 這邊房價動輒每坪八十萬到百萬起跳 但隔了一座橋到了三重 每坪上看五十萬 在比價效應下 吸引不少跨區客層 成為房市中另類的新橋名 想要擺脫市區高房價過去跟著捷運走 現在還能跟著好橋段比較比較後下手 明星文下回廖宗宇英台報導 到